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此前 有澳媒报道 一名造型车商接受中国巨额资金竞选议员 该车商后于今年3月被发现死于一家酒店的客房内 一个人死无对证 又没有结论 澳大利亚情报机构就可以这样跳上舆论场了 像一家小报一样随意编排它与中国的关系 最近西方舆论机构对中国的各种攻击让人目不暇接 他们显然已经不是简单的新闻报道 而是构成了颇具规模的对华舆论战 中国人最了解自己 这场密集的抹黑行动让我们清晰地看到 他们在编造一个虚假的中国 并让我们感受到对方强烈的恶意 这一系列对华攻击的源头是美国对华战略的改变 这些舆论机构号称是独立的 但他们更像是美国对华强硬新战略的忠实落实者 由于这一切是美国对华战略改变带动的 这样的对华舆论战恐将成为常态 中国需要做好应对他们的长期准备 我们一定要多发声 多主动 多有效应对 中国的问题是发声的机构太少 太单调 他们与媒体的配合也不娴熟 比如彭斯要发表一个中国政策讲话 美国媒体早早就预告了 但中国出台一个政策或者重要报告 政府职能部门一般不会让媒体提前透露信息 在任何国家 政府机构都是舆论机构最当家的信息源 但是中国各政府职能部门提供信息都很保守 这是莫大的遗憾 在把我们的声音尽量做强做密的同时 中国保持缠着 把自己的事情做好 是瓦解美国等对华舆论战的长效方式 我们的斗争是要强化揭露对华诽谤的能力 但我们该怎么做就怎么做 既不向西方不合理的指责低头 也不与西方的批评全面对着干 在坚决反击西方抹黑的同时 我们无需将这种冲突当成负担 倒不妨以哲学的态度看待它 把它当成主动送上门来的 对我们工作的压力测试 自美国对华发动贸易冲突以来 中国就一边斗争 一边不断加大开放 我们这一点做得很好 中国的国际贸易形象就是越来越好于美国 公道自在人心